妹妹 请你飘飘飞去 我会有我的爱 《浪姐4》第三次公演已于5月22日录制完毕 据悉 之前备受质疑的《水舞台》第三次公演确定取消 《水舞台》虽然有看点 但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姐姐们的发挥 这次 姐姐们终于可以在舞台上尽情展示自己 《浪姐4》第一次公演五位姐姐暂别舞台 他们分别是陈冰 王嘉宇 唐伯虎 卡杰琳娜 以及对内PK输掉的许静韵 这几位的姐姐的离开 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陈冰 唐伯虎两人都是歌唱实力非常强的姐姐 但依旧首轮就被淘汰 陈一涵和许静韵PK时 各方面不占有优势的陈一涵 胜了许静韵 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仔细想想 这也在情理之中 《浪姐4》本就不是只看歌唱 舞蹈能力的舞台 节目组看重的是姐姐们的综合能力 这其中包括镜头感 有没有话题等多重因素 显然 秦山高的陈一涵更适合留在节目中 虽然第二次公演还没有开始 但结果早已经被曝光在网络上 有网友爆出《浪姐4》第二次公演淘汰的姐姐为 李彩华 汪小敏 赵丽娜三人 吴倩和李沙敏子排在最后 两人进行小考PK 但因为两人平跳 最后一同进入到了第三次公演 据悉第二次公演 Amber和谢星合作的从头舞台相当炸裂 得到了现场观众的一致肯定 两人在表演之后 没有一丝犹豫一跃躺入观众席中 成为整个第二次公演舞台的高光时刻 从头似乎是为Amber和谢星量身定作 Amber看到这首歌 认定了搭档只能是谢星一个人 没有第二个选择 谢星表示 她不想再挑战跳舞舞台 但如果那个合作的人是Amber 她会立刻答应 虽然第二次公演还没有播出 但看到网友的爆料 真的很期待从头这个舞台 因为浪姐4都是提前录制完成 所以相关信息总是能第一时间曝光在网络上 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 形成了为节目预热的效果 5月22日 第三次公演录制完成 网友也将与舞台相关的信息发布在网上 经过两次公演 共淘汰了八位姐姐 还剩下25位姐姐 乘风破浪 第三次公演的分组 及选歌情况为 谢娜 蔡少芬 贾静文 朱朱 刘亚瑟 曾可妮六人为一组 演唱歌曲《下个》 入口见 艾雷 龚琳娜 张嘉妮 徐怀玉 陈一涵五人演唱《山河图》 Amber 邱慈炫 孙悦 谢心 及那五人演唱《苏州河》 艾零 曲颖 吴忧三人演唱《千里万里》 知福 李莎明子 吴倩三人演唱《想去海边》 卢靖山 美伊里牙 刘希君三人演唱《归途有风》 第三次公演还有队长合作秀 由艾勒 谢娜 Amber三人演唱《将军》 依据网友爆料的舞台结果 可以说第三次公演更具看点 公演分三轮进行 第一轮 《千里万里》 苏州河 山河图 三个舞台比拼 最终 艾勒组的《山河图》 以819高票胜出 Amber组演唱的苏州河 仅仅获得792票 排在第三位 第二轮 卢靖山 美伊里牙 刘希君三人演唱的《归途有风》 以857的票数领先下的路口舰 想去海边 排在第一位 《浪姐4》播出后 美伊里牙成为33位姐姐中最大的黑马 解锁直拍投票 她的票数最后超过5000万 真正做到了断层领先 实际上节目播出时 前两次公演已经录制完毕 第三次公演 是美伊里牙出圈后的首次登台 这是真正验证她人气的时候 如果网传结果为真 857的票数 确实能说明美伊里牙 已经成为《浪姐4》中的人气姐姐 之前 曾有网友发布了《浪姐4》的节目脚本 上面显示 美伊里牙会在第三次公演时被淘汰 但按照目前的人气来看 美伊里牙几乎确定了成团位 不会被淘汰 美伊里牙的人气很高 网友更想看她挑战队长一职 但因为语言关系 美伊里牙应该不会成为队长 而Ella、谢娜、Amber三人的队长身份 几乎不可动摇 第三次公演的最后一轮演出 是三位队长的合作秀 网传结果显示 队长秀中 Ember的个人投票最高 为857票 谢娜以824票排在第二位 Ella排在第三位 获得了796的投票 其实 三位队长的投票差距都不大 仅仅是十几张票的差距 《浪姐4》播出以来 三位队长的人气一直稳定在前三位 这其中 谢娜的争议大一些 曾有网友表示 不理解唱跳都不突出的谢娜 她的排名为何那么高 可真相就是 《浪姐4》的姐姐们最后拼的是人气 而不是舞台 据悉 第三次公演《无忧》 《比莎明子》将被淘汰 《无忧》能够走到三宫 对她来说应该已经算是胜利 参加节目前 她应该算作是娱乐圈的小透明 有作品 但并不能算作红 参加《浪姐4》姐姐们出见面时 《无忧》的小名片让人记忆深刻 遭遇一轮游的王嘉宇 曾在节目后发文感恩这次《浪姐4》之旅 她说 有一百多位姐姐在争取参加《浪姐4》 最后 她能得到一个机会 已经非常感恩 而《无忧》能够走到第三次公演 已经非常不错 李莎明子应该也不会觉得遗憾 目前 她在湖南台的主持地位逐渐稳固 大型节目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参加《浪姐4》应该也是湖南台 在给她增加人气 有意思的是 据网友爆料 陈一涵和吴倩将再次上演小考淘汰一幕 如果消息属实 这一幕将非常搞笑 两人都分别参加过仅有的两次小考淘汰 第一次 陈一涵淘汰了许京韵 第二次 吴倩和李莎明子平票 两人都留了下来 而这一次 如果吴倩和陈一涵两人PK 个人认为 陈一涵留下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 节目播出以来 吴倩在镜头前的表现并不好 主动想离开的意愿非常强烈 在这炎炎夏日 不知你今年夏天会选择和哪位勇猛的姐姐一起过呢 目前正在热播的是选秀综艺节目 《乘风2023》 也被称为浪姐4 随着竞选现场的不断爆料 热度进一步得到了升高 除了备受争议的节目内容 《花海》和《叮叮当当》等节目 受到了高度赞扬 而龙泉和路灯下的小姑娘 则被网友们强烈诟病 尤其是某位滑水卖惨户 不仅没被淘汰 反而挤掉原本该晋级的实力派 总之 这次节目组在掌控流量方面 做得非常成功 相关搜索和热门话题层出不穷 而眼下第三期节目已经更新 与一工舞台相比 这类面向日常的内容 并没有引起很多观众的兴趣 尤其是在黄晓明公布排名时 他的拖沓程度实在让人感觉到无聊 原本不油腻的 他开始使用墨迹来装算 试图吸引注意反而更加的招人反 但是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 节目中有许多姐姐们 即使在不同的工斗背景下 也能制作出一部精彩的戏剧 比如细看他们挑选对人之间的场景 就能看出 其中不为人知的潜在矛盾和情感 智商的差异展现的淋漓尽致 一点三工舞台结束 吴倩为淘汰冲上热搜 浪姐4的三工舞台录制已经结束 有参与现场录制的网友爆料称 之前网传的二工淘汰名单并不准确 吴倩没有被淘汰 另外 徐怀玉也进行了努力训练 并和陈佳化合作 最终获得了第一名 众所周知 在二工舞台录制结束后 有网友爆料称 被淘汰的姐姐包括汪小敏 赵丽娜 吴倩和李彩华 可到了三工舞台录制中 吴倩仍然出现在了录制舞台上 与知福和李沙明子合作演唱了 想去海边 目前 三工舞台录制已经结束 其中一位成员成功晋级 并迅速登上了热搜 而汪小敏 赵丽娜和李彩华三人则遭到了淘汰 除了淘汰名单 还有一些曲目和分组的信息被错误爆料 三位队长将演唱周杰伦经典歌曲将军 而山河图这首凤凰传奇的新歌曲 分组成员与之前曝光的一致 包括陈佳化 徐怀玉 陈一涵 龚琳娜 张嘉尼五人 据现场录制的网友爆料 徐怀玉在三工舞台表现非常出色 因此他们的组合也获得了三工比赛的第一名 据网传 想去海边 此前的组员分别为刘亦云 知福和谢欣 然而今天录制时的组员 则是知福 李沙明子和吴倩 其中越南歌手之福在越南非常受欢迎 但在国内却不像日本歌手美伊里牙那样红火 而李沙明子和吴倩也都不是专业歌手 这个组合被认为是三组中实力最弱的一组 谢娜 蔡绍芬 刘亚瑟 贾静文 朱朱和曾可妮将演唱李雨春的下个路口见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适合舞台唱跳 与之不同的是 Shake it off Bow 来自不同星球和发队无效四首歌曲 并没有如爆料的如期出现 此外 黄丽玲 曲颖 吴忧三人组成一组 他们将演唱千里万里 刘亦云 谢心 秋辞炫 吉娜 孙岳 将演唱苏州河 而刘细军 如静山 美伊里牙则是演唱归途有风 近日展开了相关录制 制作了歌单并分组 与之前网上流传的分组和歌单相比 除了陈家画组的爆料是真实的 其他几组都不恰当 由于这是预先录制的节目 很有可能是在公众舞台播出之前 节目组对分组进行了修改 经过三公舞台录制结果的曝光 我们发现二公舞台只淘汰了三个人 而网上爆料的二公舞台名单中有四个人 只有多出了吴欠一个人 这很可能是因为一公舞台播出后 节目组大概率是修改了相关剧本 对于二公舞台的人员分组和歌单 都进行了些许调整 二高情商私下抱团 安排得妥妥贴贴 在浪姐寺中 人多了就会出现各种小团体 节目里也有抱团现象 例如一公结束后 贾静文立即离开徐怀云身边 在二公选人的时候 他找到了同样来自台湾省的Ella 两个人看起来很熟悉 Ella私下里鼓励了贾静文很多 他们彼此默契地准备互选 所以当贾静文放弃了刘希君 Ella和她的感觉很自然 还有卢静山和孙悦在私下里决定要成为队友 尽管他们不在同一队 但都是实力非凡的强者 这可能是强者之间的互相欣赏吧 尤其是在某次采访中 卢静山就承认说 在选歌之前她已经告诉我 她想和我在一起 而我也很想和她在一起 两个早已达成共识的姐姐 自然而然地组成了一对 这体现了高情商的特点 他们预先在私下商量好了队伍 避免了让人突然选择而导致进退两难的情况发生 此外 谢娜也是一位懂得这舞台人员花花肠子的姐姐之一 在参加浪姐四时表现得非常有目的性 尽管她的实力一般般 但却凭借其虎头虎脑的表现稳坐创始人的位置 从其他方面也明显可以看出 谢娜对曾肯尼那样积极参与很欣赏 不仅与一工组队 二工钱也早早地就拉她进入了自己的阵营 反观无忧 因为人气和实力都很差 无法获得认可 也没有能力独立站稳脚跟 因此她一直对谢娜表示依赖 否则她的表现可能会和徐怀玉等人一样被抛弃掉 最终这三人看起来已经建立了默契 再次聚集在一起 然而 观众并不清楚谢娜的真心和虚伪之间的比例 从训练室摄像头的角度来看 我们无法确定谢娜是否只是为了寻找背景 才选择了这些女孩 无忧和吉娜在一边无聊地摆着可有可无的pose 看着难度相当大的舞蹈动作 实则全都彰显在了C位方面 诚然 谢娜在节目中有用力过猛的表现 但在节目中也有相对的高情商体现 即使和有人气 她为的姐姐们组队 如刘易云 孙月和美伊比亚 她依旧能够处理好与队友的关系 如果她选择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透明作为队友 在扮演重要角色时也不会引起质疑 因此 浪姐四的竞争仍然非常激烈 总的来说 观看浪姐四后可知 低情商者公然提出要求 而高情商者以私下约定结伴避免尴尬 这种团队合作现象在此类节目中得到了明显发挥 但也会大概率影响整体节目的演出效果 折损姐姐们最佳的表现水平 现在 该节目的第二轮比赛即将和观众见面 同时也即将有新的姐姐被淘汰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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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